各位现在看到的是1996年1月31日 湖南绍阳特大爆炸事故的现场影像 当晚19时53分 绍阳市郊区红光一闪 继而是地动山摇般的震动和震耳欲聋的轰鸣 冲天大火照亮了半边天 发生爆炸的地方位于城南乡济齐村 炸点中心的三层楼房荡然无存 只留下一个直径20米 深8米的大坑 爆炸中心周围百米内的房屋均受到严重毁坏 207国道也因此一度中断 现场惨不忍睹 尸体横七竖八 声音声哭喊声十分凄凉 案发后不到10分钟 市委书记周本顺 市长孔令志等就赶到了现场 只是要不惜一切代价 全力救灾和救治伤员 但这次爆炸事件仍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134人在事件中死亡 405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966万元 事后经过调查 此次爆炸事故 系河耿等人非法买卖 运输制造爆炸物引起的 河耿原市湖南建筑装修机具总厂干部 被停薪留职后 下海开办了一家民报清化物品公司 并通过非法合同购置军用炸药37吨 1996年1月20日 他将11吨炸药存放于 祭祺村一处民房内 并聘请民工使用粉碎机 对炸药进行加工 最终由于高压静电和热点引燃炸药粉尘 而导致了这起特大爆炸事故 1996年12月13日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131特大爆炸案做出终审判决 主犯石志强 刘丽萍被判处死刑 15名从犯分别被判处 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直接责任人河耿案发后潜逃 至今仍未落网